大家好,歡迎收看東網視頻,我是黃好奇 針對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彈劾審訊,正式進入參議院聆訊階段 共和民主兩黨議員,日前就審訊規則進行辯論 參議院共和黨領袖麥康奈爾,日前公布規則 作為控方的眾議院彈劾代理人 以及作為辯方的特朗普辯護律師團 各自有24小時開案層次,每一方的層次歷時最多兩天 其後麥康奈爾,以認為民主黨人要求,放寬部分審訊規則 預計審訊會在下個月前結束 戒指特朗普會否成為首威被罷免的總統,自有分曉 令人意外的是,特朗普並沒有嚴陣以待,在華盛頓坐陣 反而飛到瑞士達玉斯參加世界經濟論壇 今次亦是特朗普缺席一年後,再次參加達玉斯的世界經濟論壇 其間特朗普再次與北京人死不憂,聲稱美國要協助全球中值1萬億棵樹 並與瑞典環保少女東貝里針鋒相對 成為全球花生有茶餘飯後的談知 到底特朗普的自信和淡定在哪裡而來? 根據憲法規定,要通過彈劾總統,必須得到三分之二,參議員投票贊成 現在參議院100席裏面,共和黨人佔了53席 換言之,必須要有20名共和黨參議員倒鍋,彈劾議案才會通過 眾所周知,特朗普在共和黨裏面享有極高支持度 長期維持在八成或以上 不可不知,與今年11月大選同步進行的 還包括參議院部分議席改選 議員在此時得罪特朗普,對爭取連任有百害而無一利 然而,政治一日都嫌太長 特朗普現在就安枕無憂,恐怕還言之上早 今次談判案源自於特朗普去年7月 與烏克蘭總統澤連司機的一次電話通話 特朗普被指在電話中向澤連司機施壓 要求調查前副總統拜登父子的貪腐行為 並一度以暫停向烏克蘭發放幾億美元的軍事援助要脅 儘管拜登兒子亨特毫無相關專業知識 亦不值當地語言 但獲得烏克蘭天然氣公司重金禮聘成為高層 有不少評論說,特朗普利用總統職權 打擊政敵,表面證據成立 目前關鍵在於呈現在美國公眾面前的案件內情 是否能扭轉特朗普死忠粉絲的看法 從而迫使共和黨參議員扭泰 其中足以扭轉大局的 首推前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 博爾頓因為在伊朗和北韓等問題上 與特朗普出現嚴重分歧 雙方罵得不歡而散 前俄羅斯事務最高顧問希爾 早前在眾議院作證時說 博爾頓對特朗普要求烏克蘭調查政治對手心感不安 並稱之為毒品交易 據報導說,博爾頓已經表達配合參議院齡上的意願 一旦成事,隨時爆出更對特朗普不利的第一手猛料 而第二號關鍵證人是特朗普盟友 和他的私人律師朱利安尼的商業夥伴 具有前蘇聯背景的佛州房地產企業商 帕納斯 眾議院的調查文件顯示 帕納斯在特朗普去年5月曾參與對前烏克蘭大使 約曼諾維奇的非法監視行動 帕納斯強調,自己是受特朗普指示行事 至於另一個關鍵證人 就是白宮處理幕僚長馬爾瓦尼 特朗普被指控的其中一個罪狀 是他已向烏克蘭發放援助作為quiproquo 馬爾瓦尼就曾經承認 特朗普和烏克蘭之間一個存在條件交換 而這個正是美國政府的一貫做法 可以說,塔克安是否能夠通過 實際上取決於支持者對特朗普的死忠程度 那特朗普自己又怎樣看呢? 究竟現實是否這麼理想 相信很快就會有答案 今集就講到這裏 多謝收看 太好了 太好了 再 deme面一下 一看 stance 誰 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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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